中東會讓黃金跟油價 現在是飆漲的一個狀態 他最新消息呢 有包括在安里安人民幣呢 對美元匯率突然拉升了400點 然後突破了7.2的關口 為什麼 因為日元跟人民幣 像連動性越來越增強 美元指數也回落 習主席說外部環境變化 這不利影響增多 會有經濟風險的陣痛 主動應對 而且要保持發展的信心 來信心喊話 那IF呢 其實大調了中國 到GDP的預估 2024年是增速5% 然後呢 在明年的時候是4.5 那都是有調高的 另外呢 那美國的部分 哎呀 現在鮑爾說 可能最快9月降息啦 但沒有考慮過一次降糧 他的聲音蠻鴿派 一開始股票呢 是有漲的 但現在不斷不斷下跌 尤其最慘的是8月2號 美國勞工部 公佈了他的一個非農指數 其實只有增加11.4萬人 遠低於17.6萬 所以其實美國現在的降息 是最壞的狀況 因為是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增加了 那你要不要降 你現在兩難 你如果降的話 對於這個拜登選情 也不是 賀錦麗選情是好 然後呢 但是你可能 這個川普會不開心 那美國現在有傳出來說 56%的美國人為了省錢 玩具親友的婚禮 然後呢 美國很多問題 連這個債務啊 已經來到35兆 所以馬斯克說 美國正在走向破產 我們如果看這一系列的東西 平常就好像在海邊的沙灘上 潮汐會長落 那潮汐的長落中間有很多 像是基本面的因素啊 資機面的因素啊 等等等等 可是如果碰到海嘯的時候 一切都不算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它的話 我們先講前面的這部分 前面的部分看起來 美國正在一個掙扎 我已經說了很久 我覺得FED說 要到2.5 他才準備降息 根本就不重要 他就是一個說詞 這個說詞 就是要延緩他降息的時間 因為他還沒有想好 這件事情要怎麼辦 而且他以前所使用的手段呢 都沒有達到他過去的效果 所以他就只好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那拖的結果呢 他直接會影響到了 國內的民間負債跟政府負債 所要支付的利息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有一好無良好 還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為什麼說 這個2.5就是一個說詞呢 因為美國有很長很長的時間 他們的通貨膨脹 都在2.5 3.5 4 4點多 他不是都在2.5以下 可是以前沒有用這麼巨大的財物放水 就是印鈔票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你可以說 因為那時候9 我們要想辦法壓下來 但是你壓到了3 其實你也可以縮表 你也可以降息 你到了3.1 3.0 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一直死踩著 沒有到2.5我不做呢 我就認為他其實就是一個Fed 對外的一個說詞 那這對外的說詞 要經過另外一件事情的檢驗 一個是通貨膨脹 就是你的經濟的熱度 另外一個是就業 過去美國有非常長的時候 他的就業都是遠高於4的 那麼現在呢 他一直在一個歷史上面很低的狀況 也就是為什麼拜登總統說 我們創造了很多很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忽然之間你會發現 他到最後就無以為繼了 因為你重新創造的就業機會 並不是那些非常高階的就業機會 而是比較基本的就業機會 那麼從那個地方 一開頭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說 求職跟求工的比例呢 有將近到2 就是每個要找工作的人 有兩個工作可以去選擇 但是為什麼會有2比1 就是因為你要求職的人的條件 跟要求工的條件是不匹配的嘛 那現在忽然之間降到了11點多 求職求工的比例也降到了1.2左右 就是每一個求職的人 只有一個工作可以選 那我還有剛剛講的 那個不匹配的問題 說美國國內的經濟 其實是在一個非常外強中竿的狀況 外強當然就是股票撐起來的 那股票在最近就是這幾天 8月 其實從7月開始呢 他就在基本面上 就科技 創新 第二個G 2Q或者是半年報的部分 開始就逐漸逐漸的下滑在處理 好 那這是美國 那你看到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英國的新首相忽然說 我們英國破產了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sovereign default 就是我的主權違約 我的主權債務會違約 國家很難真正的破產 破產也不可能像公司一樣 被銀行收去的 所以國家破產的意義跟我們平常了解的 破產意義不太一樣 那英國說他已經要主權違約了 就是他的dead service已經沒有辦法了 那這個呢在美國老早就應該發生 只是美國可以一直印鈔而已 對 而且連準會印的鈔也沒有人跟他去吵 說你印的多很少等等 那麼日本是另外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日本動了一點他的利率 他希望能夠把海外在那些作為 各種對沖基金的 各種做這個套利交易的那些海外日元 能夠把它收回來 那可是他動了一點以後 美國又繼續動了手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看的全世界 本來在金融上面 就是在一個泡沫吹到極致以後 很多地方都不穩定的狀況 更何況還有很多叫做 大陸現在大概通常叫做影子銀行 它就是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 就是非銀行的財務金融機構 他們在中間做事商發展 發出各種各樣的產品 那他就會創造了很多很多的倍數 那他就已經一直一直不斷地膨脹 本來就是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再加上如果中東有戰火 他馬上就會一巴掌 就像我剛才講的 平常海灘的潮汐漲落 在有海嘯來的時候全部不算 剩下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情 避險 哪裡安全 可是你現在看看 以前大家避險覺得美國很安全 錢放在美國 那你現在美國其實是一個 非常不安全的地方 就算是短期也許它短期安全 它長期財政的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 然後因此現在幾乎大部分的人都開始說 好 那我們回去黃金吧 因為幣值可能會重新估算 將來至少這個東西是不動的 但是不要忘了歷史上 黃金的價格也曾經被操作過 那另外的一批人說 那我們去虛擬貨幣吧 虛擬貨幣的做事商更少 掌握在更少的財務精英手裡 它其實在我看來是最不安全的一個東西 但是現在大家覺得 主要因為美元不能去了 我們要去虛擬貨幣 那麼講這麼一大串就是 其實經濟跟金融脫鉤這個現象已經很久了 那經濟的大國就是實體去製造東西 創造服務 跟大家交換的 經濟的大國現在實打實的就是中國 沒有別的國家 那金融的大國呢 就是美國在主導的那個金融秩序 而且它主導的是全球的金融秩序 現在如果你要視為去看一看的話 它在一個高度的浮動 不穩定的狀況 而經濟的這個部分呢 就算你發生了很多的巨大的問題 一般的人你還是需要食衣住行 你還是需要吃穿 你還是可以要建設你的國家 要建設基礎建設 你會有一個基本的支撐 雖然它的價值可能會被低估 因為你在全球的價值下降的壓力之下呢 它的價值會去低估 但是在這個經濟為主的這些實體裡面 或這些國家裡面的人民的生活 不至於產生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拿中國大陸來看 你就發現很多東西就變便宜了 那它現在還是可以有非常非常好性價比的地方 我剛才沒有拿出來 我常常拿了一個 拿一個做我最近做的一個 很有意思的東西 我試試看怎麼找到 就是我最近買了一個古島的耳機 那個不得了 那個其實我有特別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用華為的 那個很厲害 那個就是你耳機弄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非常的沒有那個lag對不對 這個古島的耳機 如果你是買蘋果的 要1000多人民幣 那在大陸呢 它有很多的 compatible的 我買了500的 200的 100的 50的 那還有比它更便宜的 這一個是50的 就是說你可以在以前很有錢的時候 也許你很高興去花 1000多的人民幣去買你的那個古島的耳機 那如果說你沒有錢了 你還是可以花50元人民幣 買一個性能差不多 而且可以讓你不要塞在耳朵裡面 然後它不會影響到你的聽力的一個耳機 我的意思是說 價格這件事情呢 會在這一輪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裡面 或許會被打壓 但是人民可以購買的產品 跟它所享受的福祉呢 還是可以有一個基本的水平 那這是一個只用金融來堆砌的經濟體 沒有辦法的 因為那個金融的堆積的經濟體 大部分的東西 如果是國內製造 它成本會增加 如果是進口 它進口的成本會增加 所以那些地方的一般老百姓 它就沒有辦法有一個 基本的生活的保障 那我相信在美國生活的人都知道 今天你去超級市場 你花20元美金 我們以前去買菜當留學生的時候 1980年你大概一個籃子是 5 60美元 現在那個籃子呢 你可能300美元都買不到 所以差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正在看到 世界的大變化 跟經濟跟金融的脫鉤 會有直接的關係 要看你在什麼地方 或許你可以有一個保護自己的機會 避險是最重要的 聽你講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講說美國現在很不穩定 但現在要怎麼避險呢 全世界能夠避險的國家 或者是能避險的東西 投資的東西其實也有限 尤其中國大陸這邊 我現在問一下倩姐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習主席也特別提到 外部環境真的不利增多了 我們會有這個陣痛 但是我們要主動來應對 然後INF它上調了 我們一開始就說中國大陸的經濟 暗暢衰等等的 但是INF卻是上調 中到今年的經濟增速 來到了5% 然後相反的是 馬斯克說美國真的要破產了 因為大陸很多網友他們說 你看那股市那麼差那麼差 但是大陸的股市 跟美國的股市是不太一樣的 大陸的股市它希望能夠維持 它做secondary market 就是一般的公司 可以去集資的那個功能 所以你看它7月忽然間就出手了 那個銀行跟證券的再融通 就是你去把它已經有的 那個股票拿出來 再去做操作的 那個馬上就被喊停 並且高頻交易也被直接的踩停 就是不讓你有很多 去操作股市的人 在中間賺那個金融財 而希望股市仍舊有一個 經濟的基本 那我覺得大陸現在最大的困難 當然就是消費信心的不足 所以你一直有一個超高的存款率 有很多閒置的資本 它沒有放到市面上去流通 它沒有去處理企業上面 能夠繼續的投資 或者是國家的投資 所以那恰恰這兩個 在大陸的體制中間 它有蠻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過 它忽然之間降息 那降息就會讓你覺得 要存錢存在那裡 好像不是那麼高 我來去消費 或者是你對於想要去擴張 你的工廠的公司說 現在利息降了一點 想要去買房子的人說 現在利息又再降了一點 或許你也可以再存 因為它是存款利率跟放款利率 它通常都會一起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想辦法再把超額的儲蓄 跟等待消費的那些金錢 把它驅動到市場上 希望能夠有一定的轉還 同時發了那些長期的國債 那用這些長期的國債告訴老百姓說 那如果你不想花錢的話 那你就借給國家好了 那國家借了這個國家 借了這個國債 它就不用一直增發貨幣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美國就增發貨幣去做 它要做的事情 那大家就說 那既然你們存在那麼多錢 你就買這個長期的國債 你把錢借給國家 由國家來做其他的建設 那這樣的做法 也是挺不錯的一種做法 它至少使得它整個內部的環境 沒有不斷地膨脹的那種 那也就是因此我覺得 現在很多國際的投資人 開始去看中國大陸的國債 去買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這些當然你可以說 這些都是朋友 那朋友將來要長期投資大陸 或者是跟你做各種的交易的話 他將來手上會持有很多的人民幣 所以他放一些在中國大陸的 人民幣為主的國債 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就像我們以前用美元交易的時候 我們手上有很多美元 我們放在美債是非常合理 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台膚師債